一帮派互斗瑞典南部枪击造成二死四伤 瑞典警方表示 南部马尔默市市中心昨晚发生枪击 造成二人丧命 四人受伤 此案与恐怖主义无关 恐与荡的帮派暴力事件有关 路透社报道 马尔默市 Malmo 警方今天上午发声明表示 18岁和29岁伤者送医后丧命 其他四名男性送医治疗 警方发言人告诉法新社 已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 根据晚报 Afton Bladed报道 受害者是在离开马尔默市中心的一家网咖时遇袭 报道引述目击者的话说 至少有一名攻击者手持自动武器 警方不愿谈论攻击者的可能身份 尽管报道称警方熟知鸡鸣受害者 但他们拒绝透露受害者身份 虽然瑞典犯罪率相对较低 但马尔默市斯德哥尔摩和哥特堡 Gardenburg等市街区 因贩毒和卖淫相关的帮派打斗事件有上升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